刚开始旁边新竹之前我在马来西亚 我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我是一个经历 我的薪水收入蛮高的 可是为什么我会跑来瑞士呢 因为我染上了毒瘾 一个很深的毒瘾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的工作就是管有一间餐馆 然后我每个月的薪水 赚到的钱我就拿去了 每当我薪水一发了就拿去赌 到我到月底的时候都是没有钱 然后那时候我26岁 已经是算蛮老的了 年纪蛮大的 可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身上没有钱 就想到不如这样出国 赚一笔钱跳飞机 然后刚好我朋友 就在朋友的介绍下 我就去了葡萄苗 然后到了葡萄苗 还是不一样 在餐馆里面工作 在一间五星级的酒店 付利很好 薪水很高 可是呢 还是要没有钱 因为那边还是要有赌场 每个月的收入 也是要有奉献赌场 然后当我一拿了薪水的时候 就去赌 然后赌输了 又想去放本 又想去赌输的钱 就是这样每个月就是 去赌输了 又发了薪水又去赌 这样 可是当我赌输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人走路回家 看到那个桥 很深的桥 就想跳下去 真的很不干净 每个月的薪水就这样要输了出去 可是呢 到了月底 发了薪水 又想去赌本 想去赌输的钱 又赌回来 就是这样 又赌又输 没有办法 还是要全不到钱 我在葡萄苗四年 我输了差不多麻痹 整30万 大概是60万人民币 四年里面全输了 然后 在葡萄苗四年里面 也是一分钱也没有存到 然后呢 我就 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也是通过朋友的介绍 我又来到了瑞士 那是在2003年的时候 然后 当我来了瑞士的时候呢 我是在瑞士的首都博恩 我在那边待了八个月 可是在八个月里面 我只拿到一个月的薪水 为什么 因为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那边是做 part time 就是只做一个月 可是剩下的七个月 我跟他说 我还没有找到工作 让他先受由我 而我在那边就是 七个月没有薪水 就是帮他做工 他给我吃 给我住 就是这样 我这样 在那边待了七个月 八个月在奔 在奔那边呢 在后面 来奔之前我在葡萄 因为我公司 那个餐完日本料理结束 然后公司给了我一笔花红 或者是钱三倍之类的 有七千块的欧元七千块 然后我就那边就不舍得吃 就是不舍得花 可是呢 很有诱惑 在奔还是有赌产 也是这样 一天晚上 就是在一夜之间 七天又了 我全输关了 一个晚上 我把我的钱全输关 而且 我是想到很后悔 为什么 因为 我快要到时候 我是在03年 去到伯恩 那是在年头的时候 可是在年底的时候 我早有一份工作 是在折磨 是在商品 那时候是在十一年开工 可是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 我身上没有钱 因为我已经输关了 而且我用点薪水 我很烦很辛苦 很无脑 我就 打电话给我朋友 跟我朋友借钱 可是呢 没有人要借你钱 他们不借一下 不用钱 都只吓死了 为什么要赌活该 这样子 我真的很辛苦 那时候 我在想 怎么办 没有钱三三 没有钱坐火车三起 我在烦闹的时候 可是刚好呢 那时候 我那个餐馆的老板娘 很好 他就 因为我在那边 住了半个月 当我要走的时候 他发了一笔 算是薪水 算是一个酬劳 两千四 给我 我就拿了两千四 两千四块钱 删了商品 做火车三起 刚收到那笔钱的时候 我也是很惭愧 觉得 为什么这么委屈 只三十岁的人 弄到我没有一分钱 没有存到一笔钱 他要跟人家借钱去删删 然后我就这样 独里糊涂 散了折磨 去到了商品 也是不懂为什么 我去到那里都有赌场 还是有一间赌场 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有一间赌场 不过现在赌场倒闭了 然后也是一样 薪水 一直这样奉献 奉献给了赌场 然后 后来有一天的 我在工作 有一对夫妇 华人夫妇 他买来我赌场示范 跟我聊了很多 东西 问我说 我在这里一个人在山上 记不记过 然后我问我 认不认识志 然后我说我认识志 他就问我 平时有什么消遣 我就说 我有看书 我说我有看什么书 然后那个夫妇就说 不如这样吧 他从跟我说 他是信耶稣的 他就跟我说 不如这样吧 我就 记一点 耶稣的康悟 主的康悟给你 忠信 直接问我有什么意思 我说有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是信基督教 而我听了之后 我就觉得 很有 很有意思 很有兴趣 因为在马来西亚 我也是接触过基督徒 我曾经 我的班上的同事 是基督徒 他们的脾气很好 我怎样骂他 怎样欺负他 他都不会生气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基督徒的脾气这么好 是不是他们的同老有问题 为什么不会发脾气的 我就很 就是有一个概念 在这边 然后过后 我的哥哥也是信了基督 也是信了主耶稣 然后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时我搬脚回去 我一直跟他去教会 可是就是这么一天 去主日 主日先 就是这么一天 所以没有很大的时间 没有很长的时间 去接触教会 刚好就是 遇到了 那队 华一夫妇 然后 我就很有兴趣 然后 过后 我们聊了很久 可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有工作 下班 他叫我去 他住在我的酒店楼上 他叫我上他的酒店楼上 我们再聊 然后当晚 我就 接着信了主 他握住我的手 当晚 接着 我就信了主 然后 我很感谢他 因为 是他让我从赌徒 变成了门徒 然后 这对夫妇 是 国动 简国动 弟兄还有 张培姐妹 真的很谢谢他们 很高兴他们来 今天来参观我的 恭喜你 他可以说是 借着主 来传福音给我 他也是 我的 生命的 一个转捩点的 一个很重要的人 可以说是我的在生父母 然后 新的主 那是03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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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